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这一次秋季国际长老同工训练的导演备讲 我们来到第八篇 说到了赵慧的功用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总题呢 是说到按照神对赵慧的经伦生活并侍奉 那整个训练的经文啊 主要都是从提摩泰前书出来的 第一篇说到了神的经伦 到了第八篇跟第九篇 说到了赵慧以及赵慧的功用 那我们今天来到第八篇 说到了赵慧的功用 篇题是活神的家 以及真理的注食和根基 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一样 把这个经文我们先看一次 这里的经文当然最重要的是 提摩泰前书三章十五节 他说到倘若我单言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活神的赵慧 真理的注食和根基 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里保罗提到了神的家 讲到活神的赵慧 是真理的注食和根基 那灵前一章二节 说到在哥林多神的赵慧 灵前三章十六节 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殿 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三章十七节说到这是神的殿 所以呢我们啊这个在神的殿 那殿是圣的我们就是这个殿 灵前十章三十二节说到这是神的赵慧 灵前的十一章十六节也同样说到神的众赵慧 这给我们看见赵慧是属神的 赵慧是神的赵慧 以佛所书二章十九节 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 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 乃是圣徒同国之民 是神家里的亲人 这里讲到我们是神的家 这一节经节非常的清楚的指名 我们还是家里的亲人 最后二章的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 可我们看见就宇宙这一面 地方这一面 我们要长成主里的圣殿 要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那这是今天的引经 那下面呢这篇信息有六个大典 请弟兄姊妹啊 这个能够把第一到第三大典 这个导读一下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第一大典到第三大典 第一大典说到 神的家是形容赵慧 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也是形容赵慧 神的家以及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都是描述赵慧是什么 李利庸在生命读经里面说到 提前三章十四到十六节 是提摩太前书 提多书和斐利门书 这四节里面最紧要的一段 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 根据他所从神得来的意象和启示 看见呢 照会应有的标准 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是要成为神的家 是要成为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还有啊下一篇要说到的 要成为神在团体里面的彰显 所以呢 第一个大典就先解释 整个这一个经文说到的神的家 讲到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都是来描述赵会的什么 赵会是什么 第二大典我们看见 进一步的来说到 赵会乃是神的家 第三大典说到 神的赵会是活神的家 所以这三个大典都先说到了 关于神的家 还有活神的赵会 这一个公用 赵会的公用 然后第四大典 我们看一下 第四大典说到 主要他的赵会 认识他的真理 接受并享受他做生命 因为在这一十五节里面 我们看见了 有主要两个点 两个公用 一个呢 是活神的家 第二个呢 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所以在第四大典这里 这个弟兄就来解开真理和生命的关系 好 那最后的第五大典 就说到了第二个公用 也就是赵会是支持真理的注释 也是托住真理的根基 最后面讲到一个总结 就是当我们看见赵会的公用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应该有的 有一种的托付 就是当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满了生命和真理 赵会就会刚强 成为活神的家 与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这个是主的恢复 今日所需要的 这个就是今天 这篇信息 六个大典主要的思路 前三个大典说到了神的家 第四大典说到了生命 说到了真理的关系 然后第五大典 说到了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最后面讲到总结 我们应该今天主的恢复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满了生命和真理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个大典一个大典的来进入 好首先说到了提前三章15节那里 说到的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活神的照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大典就是把这一篇说出来 这个讲来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照会是什么 照会的功用是什么 好第二个大典说到了 照会乃是神的家 在第15节这里啊 保罗的用法非常的特别 他说到你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所以他说到啊这个他提醒提摩泰 要在以逢手照会那里呢 是要在神的家中 那下面一句呢他说到这个家是活神的照会 所以在保罗的心中 照会跟家这两个词啊 是可以交替的使用的 好那我们来看见 好进一步来说到神的照会是什么呢 这个词啊就指明照会是神所拥有的 是神的照会 所以拥有者是神 但不仅如此 也指明呢照会有神的性情 以及神的元素所构成的 好像我们说一个木头的桌子 不只说到这个木头是属于谁的 这更是说到呢 这个桌子的数值 元素呢乃是木头的 所以照会是神的照会 讲到呢不只说拥有所有权啊 是神的照会 也是说到呢 这个照会里面是满了神的元素 满了神来构成的照会 好所以照会是神的 因为呢照会是神作为源头所产生的 那并且呢神为其神圣宇宙 并永远的性质和素质 我们刚才读到了灵前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到 这个我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也说到我们若有人毁坏那殿 神必毁坏这人 因为这是属神的 神是作为那个源头的 好那 第三个终点就说到了 照会呢 它的内容在数值的一面 乃是神的自己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照会是神的照会 也是神所构成的照会 是以神的元素来构成的 所以呢 在数值的这一面呢 就是神的自己 好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大点 第三个大点啊 说到了神的照会呢 乃是活神的家 第一重点说到 神的家就是神的家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的家不只指那个 家而已 或是那个建筑物 他甚至指的呢 其实是指的那个家人来说的 第一小点说到 居所家和家庭啊 都是一个实体 乃是呢 由一般蒙召 重生 并由神自己内住的人 来构成的 好我们看见 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那里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与父是当受颂赞的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来呼召了我们 所以我们是借着他的大怜悯 来蒙召的 并且呢 借着耶稣基督 从死人中复活 重生了我们 所以我们乃是借着他的复活 所重生的 所不止蒙召 我们也重生 并且呢 我们是由神所内住的人 好 那 在彼前二章五节 我们要看见 好 我们是成为活食 成为建造属灵的殿 成为啊 祭司的体系 借着耶稣基督 献上神所悦纳属灵的祭物 那在临前三章 十六节那里看见 我们是神的殿 有神的灵 住在你们的里面 所以呢 我们不只是蒙召 不只是重生 我们也是有神 内住的灵 就是神的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好 那所以我们跟神呢 有一样的生命 有神圣的生命 有神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这般的人 成为神的家人 成为神的照会 基督 第二小点说到 基督与他身体上的肢体不是分开的 乃是住在他们里面 照样父不是在他家人中分开的一员 乃是在他所有的儿女的里面 罗马八章十六节 我们看见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 他们是一同的做见证 罗马书十二章四节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 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我们都是一个身体 虽然有很多的肢体 第五节就说到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 并且互相做 各个互相做肢体 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说到 一个身体 有一个生命 那我们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与基督是不可分开的 那我们都在一的家里面 好 那第三个小点 我们来继续看 说到了神的家 在神圣的生命上是生机的 在神圣的性情上是生机的 并在三一神里是生机的 我们要看见 我们是满了生命的 生机的就是满了生命的 以弗所述四章十八节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 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 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所以表示呢 本来他们是有这个生命的 因为那个无知 刚硬 叫与他们与这个生命隔绝 所以生命是活的 那彼后一章四节 我们要看见 借着荣耀和美德 他已将这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逃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借着这些应许 得有份于神的性情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有神的生命 我们也有神的性情 好 那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 说到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将他们进入 父子圣灵的名领 这里看见 父子灵三一神 都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就看见 这几个经节 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有神的生命 我们有祂的性情 并且三一神 都在我们的里面 因着赵会是生机的 所以赵会是会生长的 我们在它里面 全方连结一起 要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所以不只有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是会长大的 以佛所说二章二十一节 讲得非常清楚 要长成 从小要长大 要长成神在主里的圣殿 第二个终点 我们来看见 在说到赵会是神的家的时候 保罗特别说到神是活的 他说这家是活神的赵会 他特别指明神是活的神 活在赵会里的活神 对赵会必是主观的 不仅仅是客观的 所以说到他是活的 保罗经历这位神是主观的神 我们也要同样在赵会生活中 来经历 因为灵前三章十六节说到 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 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对他是主观的来经历 来享受 因为神是活的 赵会作为神的家 救啊 是什么呢 就在他的里面 凭他并同他活着 他是活的 我们不只让他活在我们的里面 并且我们要凭着他 并同着他活着 所以活的神 与活的赵会 是要同活着同行动同工作 我们要与神同活着同行动同工作 那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经历 好第三个重点 我们看见 赵会作为神的家 乃是神的居所 居所不只讲到家人是活的 这个神的家呢 他还是神得着安息并寄托的所在 是神在邻里的居所 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家是我们最能够得释放的地方 也觉得最稳妥的地方 有安息的地方 好 赵会是神的家 是父的家 是扩大宇宙 神人恶性的合并 作为基督 为父 用神圣的荣耀 所荣耀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对赵会 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他不只是那一个建筑物 他也不只是人来在一起而已 这般的人是有父的生命 在他们的里面 有神人恶性的合并 并且呢 是这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地方 好 那我们看见了前面三个大点 说到了 说到了这一个 赵会呢 是神的家 是活神的家 好 那我们就需要来看见 讲到家的时候 主要是说到生命 那我们下面到后半段 要说到真理 所以呢 第四大点就是连结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生命 其实他们是一 我们来看 怎么来证明这些事情 主要他的照会 认识他是真理 并接受 享受他做生命 我们不只认识主是真理 我们要来享受 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 第一个终点 说到什么是真理 真理 以及实际指着神的话里 所启示一切真实的事物 主要呢 是指神 是指的了 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 以及做基督身体的照会 好 那我们要看见到 在提前二章四节那里 说到他愿意万人得救 并且完全认识真理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哥洛西也更进一步的看见 神格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这一切的实际 都在基督的里面 那我们需要持定元首 本于他全正界的金和节 得了丰富的供运 结合在一起 就与神的增长而长大 所以在哥洛西二章十九节 就看见了照会 基督与照会 在这里就非常清楚的指明出来 就说到真理是那个实际 不只是具体化的基督 也是做基督身体的照会 好那第二个终点 我们来看到生命 照会乃是在基督里 用神圣的生命建造的 这个生命是不能毁坏 不能征服的 并且呢能够抵挡 来自任何源头的自死败坏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下面的引经 提前一章十六节那里说到 这个本来呢保罗是这个罪魁 他蒙了怜悯 要叫耶 这个是要叫耶稣基督 在我这罪魁的身上 显示他一切的横忍 给后来信靠他得 永远生命的人做榜样 所以借着信靠主 我们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 并且提前六章十二节说到 要持定永远的生命 因为呢我们已经蒙召进入了这个永远的生命 并且有许多的见证人做了美好的承认 所以我们看见在照会中 是用神的生命来建造的 我们不仅得以进入 得以持守 也得以蒙召来享受这一个神圣的生命 好在提前六章十九节说到 要持定那个真实的生命 那提后一章一节说到 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所以这生命是在基督里 好那提后一章十节 我们看见呢 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显明出来 他已经把死废掉 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 所以在终点里面说到 这个生命是不能毁坏的生命 是不能征服的生命 是能够抵挡任何源头的致死败坏 我们看见他已经把死废掉了 好那根据呢 这个永远生命的盼望 那提多书一章二节说的 那三章七节呢 说到我们静音他的恩典得称义 就可以照着永远生命的盼望 成为后世 所以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 借着他这个不能毁坏 不能征服的生命呢 可以抵挡任何来自源头的致死和败坏 我们就看见真理和生命在这里 好那其实这两个呢 那第三重点就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真理和生命 二者呢都是基督的自己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真理和生命都是基督的自己 第一小点说到生命呢 是在里面的 内里的成分 真理呢是外在的解释和说明 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到 生命呢在他的里面 好那这个生命呢是人的光 我们看见了 其实真理啊 就是这个照耀出来的光 好那约翰呢 我们跳八 约翰的八章三十二节 好我们要认识真理 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 好那 三十六节说到 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看好 真理叫你自由 这里说到神的儿子叫你自由 所以呢 其实真理啊 就是指的神的儿子 也就是基督的自己 阿们 这个生命不止在他的里面 他就是生命 他也是真理 那经历主做生命 乃是呢包藏在主 作为真理的里面 我们要经历主做生命 就必须认识真理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到 耶稣对他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信入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这个生命呢是在他的里面 要信入他 借着他这个话呢 叫我们可以来经历 享受这个生命 那借他的话 这个真理的话呢 叫我们就能够来认识他 享受他 好那不止呢 真理和生命呢 是主的自己 第四重点说到 照会的内容 也必须是基督做生命 来做真理 做生命 而从我们里面长出来 所以第一小点说到 真理呢 是神圣之光的照耀显出 第二小点说到 在主的恢复理 众照会中间 真理的标准应当不断的提高 那借着这样子呢 我们还需要在生命里面来长大 在生命里得救 被生命充满 并在生命中作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要看见 基督是真理与生命 照会也是满了真理和生命 是基督来做这个真理和生命 照会借着这样子 让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出来 我们就成为他在地上的彰显 因为我们是他的肢体 他是我们的头 我们乃是一 所以这里第四大点就说到了 真理和生命 好 那我们来到了第五大点 请弟兄姊妹 把第五大点连同下面的终点 能够导读一下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终点 第五个大点 第五个大点说到 照会是支持真理的注实 也是拖住真理的根基 好亲爱弟兄姊妹 第一和第二个终点 在第五大点下面 它其实就是对于真理有一个定义 说到什么是真理 真理呢 第一终点说到真理 就是三一神 以基督为具体化身 中心和彰显 以产生照会做基督的身体 神的家和神的国 这个是真理的定义 真理是三一神 是以基督为具体化身 中心和彰显 并且呢 要产生照会 来做他的身体 作为神的家和神的国 下面的经节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神一切的丰满 都有形有体的基督 在基督的里面 并且呢 照会呢 能够啊 借着照会呢 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向着照会 做万有的头 照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个在万有中 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好 那以佛所说四章 十六节说到 本于他 全正借着每一丰富公义的结 并借着每一部分 一其度量而有的公用 得以联络在一起 并结合在一起 便叫身体渐渐长大 以自在爱丽 把自己建造起来 好 那约翰三章三节说到 我实实在来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入神的国 接着重生 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接着重生 我们就成为神的国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来告诉你 人若不重水和灵 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要成为神的国 好 那第二个 在提摩太前书 三章十五节里面的真理 刚才我们看到 真理就是三一神 那在提前这里 所谓的真理呢 是指着神新约的经纶 在新约里所启示 关乎基督与赵会真实的事物 好 那看见 赵会呢 第一小点说到 赵会是支持 这一切实际的注实 也是拖住 这一切实际的根基 所以保罗在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 说到 这个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这个家呢 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所以地方赵会呢 该是这样的建筑 拖住负担 并见证基督与赵会的真理 就是那个实际 好 所以呢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到 你们也在他的里面 同被建造 成为神在邻里的居所 这个是 在这里纲要里面 对于真理下的定义 好 那我们第三第四终点 来看到赵会的责任是什么 赵会负担着 基督来做实际 赵会呢 要向全宇宙来做见证 基督是实际 并且唯有基督才是实际 好 因为啊 基督是那个化成了肉体 知道在墓在我们中间 丰丰满满有恩典 有实际的那一位 我们见过他的荣耀 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那 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 恩典和实际呢 是借着基督 耶稣基督来的 好 约翰十四章六节说到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实际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好 我们要到父那里去 要看见 今天 我们赵会呢 要成为这一个 担负的基督做实际 并且呢 向全宇宙来做见证 做根基 做注实 好 那第四终点说到 赵会呢 既是呢 支持真理的注实 和托住注实的根基 赵会是支持这个真理的注实 他也是托住这个注实的根基 就为着基督是神的奥秘 与赵会是基督的奥秘之实际呢 来真理来做见证 我们要看到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说到 要叫他们在心里的安慰 在爱里结合一起 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 有充分的确信 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神的奥秘乃是基督 好 那你们念 以弗所书三章四节说到 你们念了 就能借此明了 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 我们看见 不止基督是神的奥秘 赵会呢 也是基督的奥秘 这个实际和真理啊 就借着赵会在地上的显出 把基督所有的丰富都彰显出来 把向宇宙能够来做见证 好 那第五个重点 就是说到今天 赵会我们 在赵会里面 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为了使赵会能够进真理的注释 和根基的这个功用 我们都需要达到 对真理完全的认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只认识 这个赵会 是支持真理的注释 是拖住真理的根基 今天我们要 使赵会能够进这个功用呢 我们就需要进到真理的里面 并且呢 需要对真理有完全的认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 好 最后面 在第六大典 说到 当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满了生命和真理 赵会就会刚强 成为活神的家 和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这是主的恢复 今日所需要的 这是一个总结 弟兄姊妹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的需要是什么 就是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 不是少数的人 不是只有负责弟兄 乃是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要满了生命和真理 因为赵会是活神的家 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所以两者都不可缺 要满了生命 满了真理 赵会就会刚强 成为活神的家 和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好 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保罗写这一卷提摩太前书的背景 其实呢 已经看见在赵会里面 有些的难处 但是呢 保罗并没有被这些难处呢 所啊 这个 丧失他的信心 他并没有沮丧 他并没有灰心 保罗即使目睹了赵会 败落的开始 他也不失望 也不灰心 因为呢 他有这个见识和先见 他能够受鼓励 他知道有一天 赵会总会达到神的标准 大部分的信徒也许败落了 但是有少数的人会蒙拣选 被保守 见得见利 照着神圣的标准 实行赵会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看到这篇信息的时候 这是赵会原有应该有的标准 是活神的家 是神的家人 是真理的注释 和真理的根基 在那里做见证 在那里托住真理 那今天赵会也许光景不一定这么的好 但总是有人愿意答应主的呼召 在那里与这个神圣的真理来赞助 为着神的经伦 所以感谢主 保罗在提摩泰前述讲的这些事情 特别是关乎神的经伦的事 需要有一个支撑 就是他的赵会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都在赵会生活的里面 我们也需要被加强 看见赵会应有的标准 就是这里保罗在提摩泰前书三章十五节和十六节 所说到的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愿意有这样的操练 成为这般的人 我们的态度需要进到真理的里面 需要在生命里面更多来享受它 满了生命 满了真理 赵会就会刚强 好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导演背讲就停在这里 Amen